不行 行人過馬路 綠燈秒數不足 還能穿越馬路嗎? 不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會來不及呀 像長輩行動比較慢 會有危險 沒錯 要記得秒數足夠 才能通過路口 也要體諒長輩行動緩慢 要禮讓他們喔 路口要停讓 生命有保障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 道安會及高市府新聞局提供 農煙是火場殺手 火災時向下逃生 樓梯沒有煙時 才可以繼續向下逃生 樓梯若有煙時 請立刻退回到室內 關門 並將門縫塞緊 阻絕煙霧 開門逃生前 記得先摸門板上方側溫度 門板已有溫度 或門外有濃煙時 關門塞緊門縫 再開窗 打119求救 切記 不要躲在浴室喔 快樂聯播網關心您 第二台龍胸福利 一百六針裡面有一氧化彈 馬卡管花肉粽籠 後果咖啡快速補充 南省精氣型 南省火龍蜂 改善夜尿 平尿 成功零種類 讓你驚人有風 讓阿哥有熱 男人的民族 都靠這味龍胸福利 全身大貫徵 買一瓣 一百粒 還有賞一瓣 只要2,980元 訂購成功 國計算30顆 空白空空 399599 0800 399 599 平東縣政府財稅局 為鼓勵民眾 在四五月使用牌照稅 及房屋稅開徵期 以行動支付 台灣FIDO 線上查繳稅系統等 一化方式繳稅 舉辦平稅一化繳稅 Part1抽好禮活動 有空氣清淨機 循環立扇 吸塵器等大獎等你來拿 還有還有五百元的禮券喔 詳情請上財稅局官網 以上是屏東縣政府財稅局廣告 八九點五 快到大台房 八九點三 快到華當 九八點三 快到佩奧 九六點七 快到紅蝦 九一點三 快到台灣 政策不安 快到聯報幫 現在時間十八點整 輕鬆聊時事 歸斜談政治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拜託的快樂聊時事 我是朱祺寅 丹朱如 陳紫瑜 也是我們臺灣基進 在高雄 坐牙南卡的吃晚餐酸林 今天是佩奧的暗示 就是這個Friday night 所以說的 我們就先來 跟大家分享 比較趣的事 下班了 大家輕鬆一下 最主要就是 就是因為我今天補的時候 我在看新聞 在臺灣上面的滑手機 滑一滑就滑成說 欸 我們的日本人 真的是有夠厲害的 很有創意 又想出了一個新的點子 那就覺得真的真的不錯 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特別是 像現在疫情 還沒辦法出國 那就我們在空中的出國 來懷念一下 那個非常好逛 好買 好住 好玩 的日本 那到底是什麼一個日本的消息呢 說特別不特別 說不特別也還算很特別 就是它的咖啡店 咖啡廳 大家都知道 這個咖啡廳 這個所謂的這種 沙龍 這種概念 它是 原始於這個 France 來著法國 大概在 十六十七世紀開始 慢慢慢慢的 就是發展起來 那最主要呢 就是原本 一開始是給一些 這個 文人雅士 要開港那些人 他們就聚在 那個 一個場所裡面去 聊天聊地 聊八卦聊是非 那沙龍 它基本上就是有一個 比較像是這個聚會所的意思 那隨著這樣的一個文化 開始慢慢的發展 那你聊天 開港 也是會 嘴打 所以也是開始去 搭配一些飲品 一些一些不同的這個 左餐 開始演發出這個一個法式的文化 那繼續的傳到了 世界的各地去 所以現在咖啡廳 已經是變成了全世界 不僅是日本 我們台灣也是 就是一個很主流的一個文化 就是一個很主流的一個文化 不管是這個 那個那個 月八客 好不好 就是把那個品牌稍微改一下 到那個沙馬 這種事情 就是有平價的 有中價的 有高價的動物 那可是 單純的 咖啡店 已經沒有辦法 滿足大家的需求 什麼需求 就是 人是一個很看環境的動物 就是說 每個人都 收工的東西 你把你放在不一樣的地方 來喝 來吃 那個感覺 就完全不一樣 我咀嚼的 白白都是 意大利麵 白白都是 相同的 這個廠牌 但是你 把它放在 廉池坦的旁邊吃 有一種 別有一番風情 你把它放在自己租的這個 那個 租房處去吃 家徒四壁 對著電腦螢幕 這就不一樣 這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知道這個 人性的特色的 這個日本的商人 就開始去 這個腦洞大開 開始去規劃出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主題餐廳 那這邊先跟大家舉幾個 比較有趣的 最主要是我今天看到的 就是說 在日本 在東京那邊 有一個叫做這個 這個 原稿 直視 咖啡店 這個原稿是什麼 就是原本的稿件 那它特別在哪裡呢 它特別在說 它是一個非常適合一個 啊糟糕 我要來不及了 我需要有個人去督促我的 這麼一個心情 因為 這間咖啡店 它是有資格限定的 不是說 你想去就能去 你要符合什麼資格 你必須是 我作業寫不出來了 我下禮拜要交稿 來不及了 逼近daylight的 這種需求的客人 不管你是那個 學校的報告 然後那個公司的案子 還是你是自己是作家之類的 還是你是畫家幹嘛 總而言之 就是你遇到一個 交建期限 快要到的時候 你就符合這個資格 那你進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進去之後 那麼呢 會有這個店長 或者是店員 每一小時 每一個小時 都會過去跟你說 阿你是寫了嗎 寫完了沒 畫完了沒 要焦厚了嗎 哇 這個壓力實在是 非常非常的這個 光想像就覺得說 做人有需要受虐到這種程度嗎 真是很M 你知道嗎 而且貼心的日本人 他還讓你可以選擇三種 不是說按摩的強度 是那個店員 來問候你的強度 例如說 哇 那個 這位先生 你的 稿件快要寫完了嗎 溫柔型的 那個提醒你咯 那個再過不久 你就要交件的一般型的 還有另外一種 阿你是誰啊 有沒有 這種很兇殘型的 所以我這樣覺得看到這個消息會覺得說 日本的社會壓力是不是真的大到一個很誇張的程度 連主題的咖啡館都可以搞成這個程度 那除了這個非常非常特別之外 也是有一些還不錯的就是 他只是把一些這個場景做個替換 例如說有這個文具主題的咖啡廳 裡面的文具主題他不是單純的 只是在旁邊一起賣文具而已 他也是非常的這個貼心 非常細心 就是說 例如說你在這種咖啡廳通常也會有一些用餐的需求 你的筷子就是做得像原子筆一樣 也是蠻特別的 這種文具咖啡廳 也有一種是比較有趣的 例如說什麼 那個床鋪咖啡廳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就真的是比較喜歡當那個 這個這個 coach potato 就是說阿班了真的有夠疼的 想要好好的放鬆一下 可是呢 躺在自己家裡的床上 一方面是可能會怕弄髒 洗床當然很麻煩 二方面呢 又覺得說還是想要找個人聊聊天 所以呢可能就三五好友 可是 如果你只是找好朋友 去 一起躺在床上 幹嘛怪怪的對不對 所以呢 日本也有一種這個所謂的 床鋪咖啡廳 就是說 那個裡面的裝潢 全部一整排都是床鋪 都是床 那你可以 自己一個人 你也可以找你的朋友 坐到這個咖啡廳裡面去 躺在床上 喝飲料 吃東西 聊天 甚至像學那個食神裡面的那個 好叉燒滾來滾去 也是可以 這個叫做床鋪咖啡廳 此外呢 又有一些 那個就是裝扮成這個 鄉下的農夫的這個 場景的這種咖啡館 這也是也蠻特別的 不過呢 剛剛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日本人 這個實在是 相當的創意無限 那接著接著 除了這些比較是 主題裝潢式的咖啡廳之外 也出現了 越來越 有點 跟媽說 怪怪的咖啡廳 例如說 這個 大家都知道嘛 從日本發跡 有一種很有名的 叫做 女僕咖啡廳 這些東西 我們台灣也有 就是你一進去 就會說 小舅先生 小舅先生 你回來啊 然後就是 穿著女僕裝的這個 服務生 然後就是 像是一個 這個 迎接 就是主人回來的姿態 然後呢 就會用相對比較 嗲的聲音 例如說 我們 如果說你在台北特製 工作 這麼多 如果你有去過 這個四大夜市 你應該都知道 四大夜市有一個 很出名的 賣這個 荊棘檸檬的 叫什麼大腳桶 那大腳桶之所以有名 不見得是因為 他的荊棘檸檬 很合理不是 而是他所請來的 這個服務人員 可能是有特別的接受過要求 跟訓練 所以他就會說 例如說 我有點忘記那個台詞 但就是很嗲 你知道嗎 就是說 一杯事務員 歡迎光臨 看看看看 這種之類的 這剛剛就是 再搭配 如果說是這個 服務生 是有比較挑過的時候 確實會對一些比較 剛上大學 然後呢 可能還是有點必俗 害羞 的這個年輕的男生 會有蠻大的吸引力 也不一定 這個是那個女僕咖啡廳 但是 在 這個 日本的文化之中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主流的 應該說 非常有這個 凝聚力的這個 團體 一個族群 叫做什麼 叫做 B-L的愛好團體 或者是說 B-L的愛好者 那什麼叫B-L B-L就是 那個 應該是可以這麼說 boys love 大概這種感覺 就是說 男人跟男人 是一個 鬥爭的 這個狀況 那有一些 這個不管是曖昧 在一起 反正就是 男生跟女生 會出現的事情 也會出現在這個 所謂的男生跟男生的 族群裡面 這個東西 這樣的一個題材 那不管是在日本 還是做在台灣 其實都有相當 這個 多的人 是對這一塊有興趣 特別是女生 就是可能 因為我自己是男的 有點難體會 但我大概也可以想像 就是說 可能對於一些 女性朋友來講 那看著兩個 帥帥氣氣的男生 然後做著羞羞的事情 會讓人家 心頭的小路亂撞 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在這樣的概念之下 日本當然也就不會錯過 這麼樣一個龐大的商機 那 最基本款的 就是這個 純男性服務生的主題咖啡館 那當然 有女僕 當然就會有男性的管家 那個在日本叫做執事 執行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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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事 那這個比較 中規中矩版的 它就是找那個男性的服務生 打扮成管家 然後呢 只要你這個顧客一進去 它就會用一個也是主人你回來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來招待你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 這樣的一個咖啡店 它裡面的這個男性的管家 它也是會有根據不同的年齡層的喜好 來做設計 所以你可以這個指明說 我要二十歲 我要三十歲 我要四十歲 就是這種從 年輕的到大叔的客群 都有照顧到 這是所謂的男性直視 的咖啡館 那接下來呢 就開始漸漸的 變得比較 奇怪了一點 那剛剛提到就是 有些女性朋友 是比較喜歡這個 男男之間的曖昧的情術 或者是說那個帥氣的男性 那 也有的 呃 女性朋友她喜歡的是什麼 muscle man 那個肌肉男 我沒有啦 我是肉雞 就是只有 只有醉肉 沒有肌肉 那 還是有一些有練過身體的 那個 就是很雄壯威武 隨便一擠出來 就感覺那個手臂就是 哇 這個線條分明 這個有人有腳的 這樣的一個族群的愛好者 當然也不少 所以呢 日本也有一間 這個叫做肌肉男的咖啡店 那這個肌肉男的咖啡店 就是 顧名思義嘛 你一進去 這些服務生 就是可能一個人 可以站到兩個人的位置 為什麼 因為都很壯 那這個壯就算了 肌肉 之所以是肌肉 就是他必須要把他的線條 展現出來 展現那個利與美的姿態 所以呢 這間咖啡店裡面的 男性的服務生 都怎樣 都穿的沒有很多 好 有穿那個吊帶 連褲子 那個連褲的那個 的服裝的 就是露出整個手臂線條的 也有像那個專門這個 穿一半的衣服 這個想要穿一半的衣服 就是 他這個衣服 他是有點像漢山 吊嘎 但是 他只有從肩膀 到你的大概是這個這個 胸部的腹部 等於說你的那個肚子 腹部這個地方是完完全全是空出來的 是赤裸裸裸的 是可以摸得到的 所以呢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你就會看到這些這個肌肉猛男 在不停的一邊穿梭在各個桌子之間 那一邊呢 也是展現出他那個勇猛的這個形象 跟這個肌肉 來讓我們的顧客一保眼福 然後 那 你以為 日本人的創意 只有到這個程度嗎 我給大家報告 絕對不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肌肉男的咖啡店裡面 你還可以指定他們做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什麼 就是擺你想要的特定的POSE 擺很帥的POSE 像海克利斯那樣 你也可以擺的像是 像一些那個什麼 那個他姆克魯斯這款的都可以 或者說選美比賽的這種都可以 然後做什麼 在你面前擠鮮奶油 喔對 這個不是放鬆事故 是有沒有忽然覺得說 這很跳痛有沒有 你就想像做一個肌肉猛男 在你面前擺的帥帥的 然後 像那個什麼 我們不是有個本土劇嗎 什麼什麼爆菊犬有沒有 就開始很大力的去把那個鮮奶油 擠在你面前的那個鬆餅的身上 喔 到底是在吃 看肌肉還是在吃 是鮮奶油 還是說那個 眼睛看的是肌肉 嘴巴吃的是鮮奶油 然後在大腦裡面把它們混在一起 搞好應該是這個目的啦 但總而言之就是覺得非常非常的 有趣啦 這確實是日本的創意 好接下來 要跟大家報告 我覺得最精彩的 咖啡店要來了 就是剛剛我提到BL這個概念對不對 BL它最大的賣點 雖然我看很多漫畫 但BL確實是涉獵比較小一些些 所以跟大家這邊就是說 BL最大的賣點 它其實不是像我們男性向的漫畫 就是很想要直接看到主要的題材 就是這個那個 不是網路有個梗圖嗎 一直猜拳說 你是不是在講瑟瑟的事情 大概是這個調調 不是 那個BL一個過程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會 比主要的節奏跟階段更吸引人 就是在之前的這個所謂的 調情的過程 做一些讓人臉紅心跳的事情 例如說 喔 壁咚有沒有 這個 把人家靠在牆上 然後說 開始耍帥啊 開始去聊這樣子 在這樣的一個 BL 的咖啡館裡面 有一些BL咖啡館 它是 就是說 那個會 有一些主題的裝扮啊 例如說白鞋漫畫幹嘛的 但是在 日本有些的 比較特別的 BL的那個咖啡館 例如說這一間 池袋男子BL學院 那這一間的最大特色是什麼 你可以 指定裡面的服務生 去演出 一些特定的BL的劇情 等於說你已經幾乎不是在去 這個咖啡店裡面 喝咖啡店裡面 不是去吃鬆餅 你是去看人家 例如說 假設今天有那個 我跟我們對面的這個工程大哥 我們兩個都是這個 BL咖啡館的那個服務生 現在就是有一個 顧客 他會走進來 然後就指明我跟他 然後要幹嘛 去演藝出 那個校園心動的戀愛的喜劇 然後你就會看到我跟那個 我們的工程大哥 可能就是要 那個先是 坐在那個 桌子的兩邊 然後開始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說 欸 那個你覺得我怎麼樣 我覺得你不錯啊 那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看個電影幹嘛的 就是這種對話 開始慢慢的越來越 曖昧 然後呢就兩個越坐越近 然後可能手就開始玩在一起 然後呢就開始有一些 更加親密的 例如說什麼 臉碰臉啊 這些之類的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沒有到 18進的層級 因為畢竟 咖啡館還是一個 這個這個大家都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是沒有到那個 漫畫裡面的最後一步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說 欸 感想是什麼 感想就是 日本人的壓力好像真的很大 對不對 就會想一些 感覺起來是腦洞大開的這些事情 跟一些這個創意 啊說到這個創意真的是 也很有趣啦 我們先撇開咖啡館不談 也有另外一個東西是跟大家做分享的 就是說 我最近就是在看漫畫 啊因為跑行程之後 需要放鬆一下嘛 他就看個漫畫 那有一部漫畫 真的我覺得也是一個傑作呢 可以稱之為神作 是什麼 就是派對咖諸葛孔明 派對咖孔明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漫畫的元素 他結合了 那看名字就知道 那個一定有三國的因素嘛 有諸葛亮的因素嘛 然後呢 他結合了這個很流行的轉身的因素 就是穿越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那這部漫畫 他的設定就是說 諸葛孔明 在武藏遠的時候 我們其實死翹翹的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一眨眼之間 到了現代的日本的東京 好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那個 比較需要符合邏輯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啊 中國到日本 啊你會講日文嗎 沒關係 轉身之後就會看日文的 就會講日文的 好沒關係 就直接把這個設定帶過去 然後接下來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諸葛孔明 他就在一個電音派對上面 一個那個音樂派對上面 就認識了女主角 那因為這個女主角的歌聲 感動了諸葛孔明的心 然後呢 諸葛孔明說 他被感動了三次 欸有沒有注意到一個梗 三顧馬路 就是這個 所以諸葛孔明呢 知道了這個歌手 他的一個心願 是希望可以成為全世界 非常知名的歌手之後 就下定決心要幫他 就等於說 雖然穿越了異世界 從古代的中國 到了現代的日本 那諸葛孔明 還是繼續當他的軍師 於是他就跟這個 一個默默無名的小歌手 開始去一個所謂的 要去復興漢式的過程 然後最有趣的是 這部漫畫裡面 他就是有點變成說 是這個像RPG一樣 因為他把一個一個的章節 設定成一個一個的關卡 他就是要從小舞台 一路一路的慢慢往大舞台邁進嘛 那等於說 你有一個很明確的 一個階段性的任務要完成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要怎麼樣去挑戰關卡 你要怎麼樣去打敗敵人呢 這個時候 諸葛孔明他的技策 就開始浮現出來了 例如說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女歌手 他遇到一個敵人 應該是說一個對手啦 那這個對手 是一個已經滿有知名度的歌手 兩個要對尬 在同一個時間點 但是不同的樓層 所以呢 諸葛孔明就利用了一個 非常有趣的東西 或者是大家覺得 真的很有梗的這個東西 他就是把這個 他的那個女歌手的樓層 設計成奇兵八陣啊 因為剛好那個樓層 有廁所 所以呢 他就用計測 把對手的樓層的這些歌迷 一個一個慢慢的帶上來 帶上來之後 哇拍誰出不去了 因為奇兵八陣 有沒有當年陸訓出不去 這些樂迷當然也出不去 所以這些那個樂迷 出不去之後就想說 啊要算了 可是 算了之後他還是會決定 能不能夠繼續去 去對這個歌手有印象嘛 所以呢這個就是讓他的歌手 去發揮實力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就是說 你要畫出這一部作品喔 你不只是題材要很搞笑 或者說很有創意 你還真的是必須對 諸葛口名對三國的研究是非常的透徹 你才能夠去把他的精髓帶出來 那這個確實就是在日本的漫畫產業 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啦 那也是我們台灣可以學習的部分 好第一階段 真的是有點很很厲害的這個日本的文化 跟大家做個介紹 從咖啡館到漫畫啦 那我們在進廣告之前 還是要來喊個口號啦 在高雄的座椰阿嬤客的市員 殘酸林拜託大家來支持我 彈珠如啦 感謝進廣告 九六點七 快樂紅蝦九一點三 快樂台灣 剪菜武漢 快樂聯報榜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 於年滿六十五歲前 如果在家寶期間死亡 家屬可以勤勉國民年金 三葬給付 即以屬年金給付 以保障基本 經濟生活 另外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 於勤勵老年年金 或身心障礙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或已年滿六十五歲 還未勤勵老年年金給付前死亡 其符合勤勵條件的遺數 也可以勤勵遺數年金給付 如有疑問 可電價勞保局 02-2396-1266 分機6066 將有專人服務 以上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廣告 這次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宰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快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想要最愛 想快樂的電台 想要最愛 想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政策無憲 快樂連保網 來,Welcome back to our happy talk show 歡迎回來快樂聊14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丹珠如、陳紫瑜 我是台灣基督高雄遮壓生氣的起玩蟾酸林 好啦,上一段節目真的是跟大家聊這個非常有趣的日本的一些文化 從咖啡館到漫畫 那我們這段節目進行之前 按照慣例來跟我們線上的聽眾朋友來打聲招呼 Bass王,你好,你也知道大橋桶對不對 以前真的是經過就一定知道你會到大橋桶 因為那個服務生就會說你好,我記起來了 他就是會用這種方式打招呼你好 最近因為掃街站入口一直在宣講 喉嚨有點傻癢,比較沒有辦法揣摩那個聲音 以前可以啦,唱得上去 還有愛力,晚安 那我們這段節目還是回過頭來 回到我們的本頁來政治評論 最主要就是最近因為台南市長的選舉 國民黨有找到人了,就是這個沙龍街 也因此台南選戰的熱度是開始慢慢慢慢的提升的 但是,但是,但是 是,這個被寄禦厚望的蟹龍街 他真的是有戰力嗎? 欸,其實沒有耶 為什麼,第一個,第一個禁骨 第一個證據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這個官司 有一個很強的母雞 跟ely 咕咕咕咕咕 欸,不但是攻擊叫聲 不管,機格叫聲應該差不多 就是,如果有一個很強的母雞 那,理論上來講 他會帶動地方的士氣 也就是說,哇!這個困難會吵 會溫吵 有機會 那下面的議員的層級的這個參選人就會躲 為什麼?因為有強的母雞 你才會帶動這個所謂的一尾效應 就是說那個戰力會帶動整個整體的局勢跟氣氛 然後呢讓這些參選人能夠有這個比較好的受關注 最出名的雷就是2008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是支持國民黨的你就知道說 立高雄的韓國旅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雷 因為韓國瑜他確實在2018年帶動了一個非常龐大的勢 一個動能 所以他是韓國瑜在2018年是國民黨的最強母雞 這是沒問題的事情 可是呢 相見他可以成為2022台南版的韓國瑜嗎? 答案是negative 就是大家現在在快篩最希望看到的就是陰性 不可能沒有啦 沒條啦 為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這個謝龍介他雖然之前成功的去操作了 跟這個賴清德的所謂的一對一的捉對施殺的這個形象 一生尖尖尼藝人 可是隨著賴清德到了中央去當行政院長 到現在當了副總統 那麼呢 謝龍介他其實在這段時間在台南是比較沉寂的一點 因為他的政治上的愛人也就是對手已經沒了 所以他就是有點失去了一個對決的這個舞台 第二點就是 從他宣布獲得徵召 要來纏算這個台南市長了喔 我們會發現說最近國民黨在台南市議員的登記 也是差不多截止的 有特別的踴躍嗎?沒有捏 國民黨在台南的士氣有特別的高昂嗎?沒有捏 就好像 正如我 輕輕的來 又輕輕的走 我揮衣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這個大概就是謝龍介宣布參選之後 在台南的當地所造成的一個影響 就是幾乎沒有影響 因為如果謝龍介真的是一個很強的母雞 那台南的國民黨的議員的參選的狀況 因為應該是會相對的比較踴躍啦 就是說 你現任的一定是繼續拼連任嘛 啊可是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說 室友起來的話 那一定有很多的新人去希望能夠多爭取提名 然後呢也有獲得國民黨提名的機會 來參選 然後參與最後的大選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 現實的例子 這也是一種很一翻兩瞪眼的很客觀的數據 這就不是一個所謂的 欸那個 你整天像那個寫一些什麼文章啊 或者是帶一些風箱 就能夠營造起來 這不可能 這個就像投票一樣一翻兩瞪眼 你幾票就是幾票 你沒有就是沒有 你條就是條 就是這樣 所以呢 謝龍介他宣布參選之後 國民黨在台南還是一樣的 進 瞧瞧 就像現在非常先進的 變頻的靜音冷氣一樣 你打開他 沒聲 就是這樣 所以呢 謝龍介他大概也知道 就是說自己一開始的這個起手勢啊 就有點出師不力啦 沒有到預期的效果 所以他最近也是要開始發揮老本行 就是到處去連銷毀 到處去講一些聳動的話 那想要去爭取這個吸引選民的目光 那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 險奇啦 因為呢 你用這個比較聳動的 對立性的 或者是說比較激烈的語言 去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的時候 那往往一個不小心會 講到自己 自己的受傷 那謝龍介他最近就又出了一個 非常非常這個嚴重的包 是什麼包咧 就是說 他在評論 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個這個這個這個 主流話題 他就是在評論這個 烏克蘭的抗俄戰爭的時候 他就講到說 為什麼俄羅斯 Russia 會打到這裡辛苦 會打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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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龍介的理由 立刻就引發了大家的注意跟討論 他說什麼呢 他說因為普丁太人道了 就是都沒有去這個這個攻擊平民啊 幹嘛之類的 哇 聽到這裡 我相信 我們會聽眾朋友 會聽不下去 但是我給大家拜託呢 不要轉台好不好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是謝龍介說的 我們也是為了這個 如實的 誠實的 呈現 他到底講過什麼話 才不得以 原因得重現 是這樣啦 所以 謝龍介的這些話 就立刻被人家批評 說你是不是在幫普丁洗白 你是不是在幫普丁洗白 你是不是在幫普丁說話 今天真的是 所以 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在 不管是台南當地的語情也好 或者說在整個全國的輿論上也好 大家都覺得說 你這個 為了博版面 講到這個實在是太超過了 聽不下去 真的太寒 所以謝龍介他就趕緊的去澄清 就是說 喔 那個就是 他就說 大家不要給他什麼 斷章取義 那個巴拉巴拉的 他說的是普丁打得很保守 欸 你看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叫做鬼變 因為呢 謝龍介他在節目上 的發言 早就被大家都給他錄起來了 剪下來了 然後呢 怎麼樣 去幫他還上字幕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 謝龍介他這一番話 就真的是 欲變以無言 怎麼變都是強變 鬼變狡變 沒辦法 所以你會發現像謝龍介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 他其實 坦白說 坦白說 謝龍介這種 做法 是 對我們的 貿易 對我們的 台語 這個推 推薩 是有兇的 為什麼 因為謝龍介他在政壇的一個 形象或政治標題就是說 他的台語很冷靜的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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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並不是因為 你說 你特別會說某一種語言 你就能夠獲得 形象上的一個加分 或正當性 或者說道德上的正當性 這個是一定要跟大家做一個 澄清 因為 在過去的歷史脈絡中 當然台語是被這個國民黨的政權所嚴重打壓的 那很多人其實 自己家裡明明是講母語是台語的 可是到了 學校 到了一些特定的場所或一個區域的時候 會發現說 沒辦法說台語 所以呢 就使得說自己的舌頭好像有點被剪斷一樣 那可是 並不 因為如此 所以 當有人說台語的時候 他就樣樣好 不會喔不會喔 這絕對就是義馬歸義嘛 像謝龍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他很會說台語 可是呢 他的台語的內容是什麼 是白插 是嚎笑 是毫不說 那這樣的一個人的形象 如果 他又被 因為是台語獲得高的關注度 那是不是就變成說 其實這不是一個好的一個發展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要特別的也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跟澄清 那像謝龍介這樣一個幫普丁洗白的這個很誇張的發言 當然就是被 要砲轟嘛 可是我也要跟大家說啊 這也不是這個謝龍介第一次了 他是雷犯的 你知道嗎 來 我再猜一個 就是在這個 2008年韓流嘛 對不對 韓國瑜勝選了 那接下來就是立委的補選 那當時國民黨就想要趁勝追擊 把後民進黨立委補選全部擊敗 可是 在台南 我 想 欸 那當時應該是郭國文要來纏算立委補選 對不對 那那當時原本真的是在韓流的席捲之下 郭國文很危險 非常危險 但最後 就是因為謝龍介的一番好笑 讓整個選情轉為為安 穩住了台南的這一席的立委 還是由民進黨去拿下來 那這也讓整個 等於說是從2018大敗之後的 整個民進黨的這個頹勢 可以止血了 停損了 就像今天雖然一度跌破了17000 但最後還是有拉回來到17000點左右 守住啦 就是這個關鍵就在謝龍介的身上 因為一同時謝龍介一直在這個政論節目上 說什麼 哇 那個文旦自銷 有那個農民 把200萬斤的文旦 丟到真文水庫 哇 這 用頭髮想 不用用頭髮想 你用你的這個 欸這個這個 你用你的頭髮想 你用你的鼻毛想 腳毛想 胸毛想 都可以 肚毛想也可以 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說丟個兩斤 兩斤的文旦到真文水庫 可能還有一點點機會 兩百萬斤 啊你是當整個水庫是都沒人在看 整個水庫都沒有人在管是不是 兩百萬斤欸 多大多大一團啊 你光是車子載進去 就已經會引發了門口警衛的注意了 好不好 所以謝龍介他就是因為 他在政論節目上太嘲笑了啦 他不是什麼農替先生 他是嘲笑先生 他就是因為講的實在太誇張 讓整個的台南的選民都 或特別是在郭國文選區的這個選民 看不下去還麻動嘛 而且他這番話也嚴重的傷害到了文旦的這個價錢 所以說這個農民也好 市民也好 台南人都看不下去 所以最後讓郭國文真的是 顯勝守住了台南的這一席的這個立法委員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2018年到2022年 整個世界局勢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 但是謝龍介還是沒有變 為什麼呢?他還是繼續的在好小沒有進步啦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過了四年一個沒有進步的政治人物 拿出什麼具體的這個監督市政的成績 那他也沒有什麼具體的這個政策跟政見 就只能繼續靠著一張嘴在那邊亂講 那個 那個 繼續的去做一些很聳動的發言 那這種人 坦白說 就連 當這個名嘴都還不太夠格 為什麼? 因為名嘴要做功課 像 進行的時候 我有一個機會 就是去參加這個政論節目 那我的 這個來賓 就是固定來賓 都是大家很熟知的 像那個 王瑞德王大哥 或者是說這個 張宇韶、張老師 他們 在節目上 口若懸河 的背後 是因為他們的功課都真的做得很足 有一次我就坐在王瑞德大哥的隔壁 我就偷看一下 哎唷 王瑞德大哥不在嚇什麼 他那個A4紙喔 主辦那個 那個 節目單位提供來賓做筆記的A4紙 他寫的是 摸摸摸捏 而且還有那個 他的那個節奏跟順序 還有那個張擊安排 就只差沒有夜嘛 你知道嗎 搞得像碩士論文博士論文一樣 你會看到他就是真的很認真的就是說 要怎麼樣破題 然後哪些重點要強調 然後慢慢的順下來順下來順下來 到最後怎麼樣把它很順的 就是做一個結尾 一個Ending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這個 真正有料的這個名嘴 真的是當之無愧 像王瑞德和王大哥就真的很厲害 像謝龍街這種 就完全是一個天龍跟地虎 或者是說這個西斯跟東斯 又或者說是美國跟俄羅斯 這樣一個對比 對在什麼地方 就是說 雖然說謝龍街他確實是反應滿快的 他的台語也很順順 但是你說的話是沒有來用的啦 就是沒有來用的啦 那這樣的情況就會顯得說他的這個口才是一種虛的 那就是有點像是這種在古羅馬時期一個所謂的這個熊變之術啦 或者說鬼變之術啦 或者是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有一個名家有沒有 白馬飛馬 說半天就是為了要證明說白馬不是馬 這個就是一種鬼變的 那這種鬼變可能在一時之間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就覺得說出味出味的感覺不錯 可是如果你一直都只有同一套老梗 像謝龍街這樣子 不好意思 是會被市場淘汰跟這個厭氣的啦 那就像是我們各鄉的韓國路一樣 最開始的時候 哇說的很出味的 很敢說的 什麼愛奇摩天輪 一碗那個什麼滷肉飯 一瓶白開水 這種的 然後各下面那個賽馬場 花大財 太平島挖石 說到尾了 真的是讓人覺得很煩的啦 因為都是連白菜嘛 都是下面沒有什麼實質的東西 聽久了 還不如去聽什麼 還不如去聽鎮港的感情的渣男 為什麼 人家至少會說甜言蜜語啊 整天說我愛你 中兵整天說發大財來的 更人家覺得說 欸是他是真心誠意的對待我吧 是不是 對不對 我愛你還是比較好聽些嘛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看想要複製韓國瑜道路的謝龍街 那可是呢他本身就是又沒有料 又不長進 那除了講一張嘴去 呃 黑白講以外 他真的就是沒有給人家什麼新鮮感 所以這回過頭來就是為什麼 當他確定要被徵召 作為台南市長參選人的時候 台南的政壇是最高品質勁悄悄 因為地方都知道齁 你就是沒有這個材料嘛 他也沒有辦法扮演什麼母雞 他本身也沒有什麼戰力 所以呢 這個熟知內情的都知道說 啊這個出來啊我沒希望啦 沒有什麼裙帶效應啊 沒有什麼衣偽效應啊 那個積不起千堆雪啊 所以呢 這個在參選 登記那個國民黨初選的這些人數 就是這個七七慘慘七七啦 炸暖黃寒時後最難將襲啊 是吧我相信這就是現在朱立倫的心情寫照啦 一個頭兩個大 高雄市長找不到人 台南市長是死馬當活馬衣 糟糕到什麼程度 糟糕到前幾天好像昨天吧 國民黨高雄市議員的初選登記的時候 哇 等等 因為沒有市長候選人 這些國民黨的議員就只好自力更生自行 自力救濟 有的是自己這個組成一個次級團體聯合去登記 有的是說還真的去從台南把謝龍街請下來 實在是 唉 比慘 這個就是國民黨目前的狀況 那這個目前這個情形 我覺得也是對朱立倫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朱立倫結論黨主席之後 當然就是幾乎是屢戰屢敗嘛 只有一個中俄的那個罷免是好不容易產勝 然後後來中俄的補選又大敗 那對他來講年底的選舉就絕對是一個 生死寵亡關頭之戰危機寵亡之秋 那他又已經是很強硬的就是搞了一些 已經是有點破壞這個民主制度的加分規則了 什麼青年家權百分之百啊巴拉巴拉的 然後而且每個縣市的這個加分的規則還不一樣 一國好多字超越了中國呢你看 然後呢像高雄他也是就是很強硬的 就是為了去推他主義的候選人 而且還那個讓人家掛一個黨值的身份 一邊在台北有發言權 一邊在高雄又有高知名度 然後也很多的資源 他這個當然對其他參與初選的候選人就很不公平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算真的順利的獲得初選 我相信之後 國民黨內也是很有這個白不容的情況 因為就是不公平的書 他一定不可能是心甘情願 也不可能是心服口服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這一局 在今年的這一局真的是 我們就等著繼續看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節目時間也是一樣 那我們還是要來按照慣例 高雄 遮瑩南馬克的市場 陳酸林 請支持台灣基金的單主如 感謝大家 98.3 快度配偶 96.7 快度紅蝦 91.3 快度台灣 檢查不安 檢查不安 快度聯報幫 新聞快報 疾管署表示 腸病毒已經進入流行季 請家中有五歲以下幼兒的家長特別注意 老公你聽到沒 新聞說 喔說 特別是家中有感染腸病毒的幼兒 出現試睡 手腳無力 持續嘔吐抽絮等重症前兆病徵 要迅速送醫治療 欸那你剛回來有沒有先洗手 如果沒有我可是不准你抱Baby喔 是老婆大人 日防腸病毒 贏在勤洗手 以上廣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沾邊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導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永遠跟聽眾聽到的 快樂聯播話 小事都變 人生無常 有的人是為著親情 事業 身體在歡樂 所有的歡樂 在這裡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跟你們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揮揮揮 我們如果要睡前 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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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做生我們心愛會更平靜 不用悔自己結束 碰切三三五 數二三三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誰有最愛 最快樂的電台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詩室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陳子瑜 也是台灣基進 在高雄左營男子的市議員參選人 這段節目我們還是來聊一聊 台灣的一些國際的狀況 最主要的就是說 早的時候有一個消息 說美国有一個重量級的參訪團 跨黨派的參眾議員訪問團 要到台灣來一個訪問 那這個部分基本上他真的是有蠻多蠻多的美化 這邊跟大家做個簡單的分析 第一個美化就是說 這個事情是接在眾議院的議長佩洛西 要來台灣訪問的這個基額 那佩洛西他原本要來 可是因為後來傳出確診 所以就只好中斷 讓人家感覺到蠻可惜的 那佩洛西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真的是超級重量級 為什麼呢 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女性的眾議院的議長 那他也是非常之深的這個民主黨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也是對中國主張強硬派的 因為有吃過中國的虧 最主要就是說 依他現在的政治地位 如果是美國總統拜登有一個什麼狀況的話 第二個 繼位的順序就是副總統賀錦麗 第三個就是他也佩洛西 所以呢 這個佩洛西確實是一個非常重量級 而且又現任的 如果他真的能夠順利的到台灣來訪問 今天也不得了有非常巨大的一個政治意義 那更特別的是說 他在訪問亞洲的原本的行程規劃裡面 他跳過了南韓直接到台灣來 這絕對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政治的象徵 因為韓國雖然說剛選出了一個 傳統上是比較右派親美的這個政府的一個總統 但是內部還瞧不懂 還有一些這個紛爭 所以這個讓佩洛西跳過南韓到台灣來 這卻是非常非常罕見 好那佩洛西雖然沒有辦法來 但是隨後我們這個跨黨派的參眾議員訪問台 也就是立刻就跟進了 那這個當然就是有一些這個局勢的變化 跟一些背後的脈絡在 第一個脈絡呢當然就是說 因為在現在的烏克蘭抗俄戰爭之中 那俄羅斯他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島大美的程度 因為他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在短時間之內把烏克蘭打下來 或者說逼得烏克蘭坐上談判桌 然後簽訂一些上權入國的條款 讓自己陷入了這個戰爭的泥道之中 到現在也是變成了一個長期的狀況 那麼呢 這個是局面就對俄羅斯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因為他離不開 他也這個找不到什麼好的台階說 宣布戰爭結束 因為他總還是要保有一些顏面嘛 那他越深陷在裡面 他國內的經濟情況就越來越糟糕 再加上 美國歐洲這些國家都陸陸續續的去宣布一些經濟的制裁 或者是相關的一些作為 那這些都讓俄羅斯他的國力是會越來越衰弱了 那也因為如此就會更加凸顯出中國的角色 等於說中國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這段時間之中 中國也是就提供很多的這個物資到俄羅斯去 那雖然說這個有點像是那個好兒子 這個角色 但是也不要忘了喔 這其實就會增加俄羅斯對中國的依賴喔 所以傳統這個俄羅斯在上 中國在下的這個重要性或者是一個影響力 可能會因為這場戰爭而翻轉跟顛倒 那中國的影響力上升之後 誰要開始提高警戒 當然嘛就是我們其他的國家 包括這個日本啊 韓國啊 台灣啊 美國啊 菲律賓啊 越南啊 泰國其實都有 甚至還有澳洲也是 所以呢 特別是在這些國家之中 最容易受到中國的這個武力威脅 或者是說重點的侵略滲透對象的 當然就是我們台灣嘛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美國的訪團 要火速的趕快來的一個原因啦 要做一個宣誓說 欸你中國不要想太多了齁 美國也是挺台灣的齁 就支持台灣的齁 另外一方面呢 那美國的這個團齁 因為這個大家應該也都有接收到相關的訊息啦齁 那他們來的時候也是很故意啦 都已經上了飛機了才說 欸我們要來的齁 就是讓中國沒有辦法去從中作梗啊 例如說什麼施壓不要來這些之類的 那第二個齁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精挑細選 什麼叫精挑細選 就是說一來的時間齁 就是可以十四合 那14號是什麼日子 就是蔡英文總統居家隔離結束 等於說這個一定是算過的啦齁 蔡英文總統才剛剛可以走出他的總統官邸去 執行公務的時候 啊美國就來了 齁有什麼比這個更能夠展現出 我就是要跟你蔡英文見面這個強烈的訊號咧 對不對 所以我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就是下了一個標啦齁 就是美國用這個鋼鐵之心的行動來挺台啊 那當然也就是一個展現說 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 那中國在烏克蘭抗俄戰爭之中 確實是獲得了一個這個這個天上掉下的禮物 因為他等於說你是一個賽車的過程之中 你前面的那個競爭對手領先你的就後門不見了 自己撞車幹嘛著 那他就順理成章的就往前一格了嘛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個其他國家的影響力是威脅是越來越大 那美國用這個動作來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我覺得這個是蠻重要的一個層級 而且呢當他們來了之後 喔不得了喔 你看那個美國的參議院 那個參議員他們的那個說法是什麼 我覺得之前在那個 捐疫苗給台灣的時候 已經讓人家很感動 可是這一次這些美國的訪問團來的時候 講話已經講到是一個重道是覺得說 哇感動是真的 哇真的有很感動的 什麼呢 喔他們說放棄台灣就等於放棄自由了 而美國永遠不會放棄自由 喔 喔很感興耶對不對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很 這個就算外交辭令喔 這都是一個很有突破性的外交辭令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立國的精神不是別的 就是自由啦 就是FREITOM啦齁 大家如果有看過 以前的一部電影叫做ID4 應該都知道說 這部電影就是這個要把美國的立國精神 整個展現出來的一部愛國電影啦 因為呢他們在面對到那個外星人的攻擊的時候 就是雖然說那個武器真的輸別人 但是沒有 他們還是沒有放棄 為什麼 因為關鍵就是在說 他們絕對不會放棄自由的生活方式 這也是美國從1776年的這《美洲大陸戰爭》開打以來 一直在堅持的價值啦 所以大家常常會說 美國是一個主流民族的國家 但是我要向大家講وا 美國真憎的不能放棄的價錢 第一的是主流 第一的是民族 這是順序優勝的問題 好 所以美國這個參議員就已經等於說 讓美國的立國的價值跟台灣綁上等號了 這個實在是有點感覺肩膀重的起來一點點 等於說氣台就等於放棄自由 這可實在是講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那你也可以從這個句子從這句話我們來往前推 大約是2008年的時候就是馬英雄當總統的時候 那當時也是因為台灣跟中國其實走得很近 美國也是要來討好在中國 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來講 確確實實在美國的政壇 是有傳出一些所謂的這個氣台論的風聲 就是說台灣不要緊啊 就讓中國吃掉啊 對美國也不兇 那當時候真的其實是蠻令人擔憂的 那後來還好這次發生了這個太陽花 那美國也選出了川普總統 因為歐巴馬是沒有勞勞的妹 那他的整個施政也沒有辦法獲得這個 美國人民的肯定跟支持 所以最後呢就是又改變了這個歷史 跟世界的發展方向 那等於說你看2008年的那個 美國可能一度傳出了氣台論 到2022年齁 你看美國的參議員說 放棄台灣等於放棄自由 真的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那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對我們台灣人來說齁 就是我們自己不放棄的話 得道多助 天助自助者 只要我們自己願意繼續捍衛 這樣一個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跟政治的體制 那全世界齁 跟我們有共同理念的國家 就一定會跟我們站在一起齁齁 不管他是大國還是小國 不管他是遠是近 你看從美國啦 日本啦 到這個立陶宛啦 捷克啦 都是一樣 所以這個大家要對自己更有一點自信 不要因為中國整天去宣傳說什麼很強大 有支付寶 就覺得我們矮人一節 我們會輸 其實真的沒有這件事情齁 大概 就算你一對一打不贏 我們維歐總可以贏吧 是不是對不對 中國有14億人 全球有70億人 是不是齁 好啦那個大概是這個感覺 那其實說到這個齁 也會讓我想到就是 因為最近這個禮拜 我都在騎路口 跟大家說哈囉 那其實也都 我相信 也有一些這個騎士朋友 在上班過程之中有遇到我 那就是 也有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也是很感謝 因為這個 在最近在拜訪社區的過程中 真的是有蠻多的這個 好朋友 支持者 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有聽你的節目 跟他很感謝很感謝 那也是因為有這個機會 就是說可以跟大家在空中 認識空中相遇 那才有一個更進一步的 在現實生活中 面對面的這個接觸 那這段過程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雖然說還蠻累的 真的 可是呢可以第一線 或者是說真真實實的去面對到 大家的想法 那不管是說 對於這個自己住的 沒關係 你是日常人人家 還是說對高雄 對台灣的生活 這些都是蠻這個 有一個 珍貴的參考的價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是民主國家 那民主國家最珍貴的價值 就是你要聆聽民眾的聲音 那當然因為每個人的這個 出生的背景環境 跟生活的地方不太一樣 所以呢 對於議題的看法 可能會有一些落差 例如說我舉個例子 例如說像是這個蓮池坦 它附近有一個 舊左營國中的校地 那有的居民就會覺得說 它希望可以把它維持原樣 不要動 有的居民會說 它希望可以變成一個 帶動整體商圈發展一個新的 這個腹地跟契機 那在這些不同的想法之中 那我們作為一個希望啦 可以變成一個名義代表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夠去協調大家的想法 取得最大的共識 那例如說是不是在一個保留 大部分綠地的情況之下 可以做一些適度的一些 不會破壞到當地環境的一些低度開發 那而且這個開發所招商引資的部分呢 也不會是這種所謂連鎖性的商店 而是有具備在地特色的商店 讓那個觀光客 遊客到蓮池坦來消費的錢的金額 其實是可以留在當地 而不是說就回到台北總共識 那我覺得這個是促進地方的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這也是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概念 那又像例如說像是在這個台積電的部分嘛 那因為環平過了 那這一塊地 那為了能夠去讓整個我們澳內的 這個居民的後進的居民 能感受到這個陳其邁市府 希望可以這個一個遲來的補償 或者是一個補救 挽救的這麼一個誠意 所以呢在這一塊地裡面有50%的面積 是會做成這個綠地跟公園 等於說整個表面 雖然說是一個工業區一個產業園區 可是它實際上它就像一個大公園一樣 那這樣的一個所謂的 產業園區公園化社區化的這個做法 也是世界主流的做法 我舉個例子 像在英格蘭有一個叫Sheffield的城市 他們過去是一個鋼鐵的大城 那大家就知道嘛 就是重工業城市啊 所以就是整個城市都灰蒙蒙的 那也都污染比較嚴重 那後來這個市府呢 他們就推動一個叫做 從灰到綠 就是Gray to Green的這個計畫 那就是一步一步的 把原本的一些工業的結構的遺跡 或者是說這個產業 慢慢的透過綠美化 透過一些永續發展目標的概念 進行這個城市的設計跟結合 特別是在排水系統的改善 讓現在的Sheffield這個城市呢 可以說是充滿了一個 不只是綠意盎然 而且也是充滿了同趣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城市有一些高低起伏 那這個排水設施 它變成是一個 有點像是植栽小公園的那種綠意 所以下雨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點像是那種小瀑布 慢慢慢慢的水滲下去滲下去 其實也蠻漂亮的 所以這個就代表就是說 只要有新 是真的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產業跟環境跟經濟的發展 是一個互利互信互引的這個狀況 那我也希望可以以後有機會 在以後可以幫大家去做 更多這種爭取跟市政的規劃 還有監督 就拜託大家 讓台灣記性 這樣難怪可以沉止於一個機會 年底的時候 拜託大家多多的支持 好,節目在這邊要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您的收聽 快樂聊時事 我們下次再會